大家好 非常高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和这种方式 跟大家相识 我期待着良好的开端 成功的一半 那么今天跟大家在这种特殊的场合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相识 那么今后我们大家能够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共同走过我们后面的岁月 我是这么多年搞大健康的 那么今天呢 又以这种谈话的方式 跟大家聊人生的话题 那我们这个栏目或者这个频道呢 是以聊天的方式为主 但是我们的聊天 跟其他的朋友的一些个频道 一些个平台的聊天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其他的朋友 恐怕聊很多的是实证 比如说刚才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的进展如何 怎么怎么评论 比如说 华为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了 那么每天呢都有很多的进展 今天又如何的去打官司 明天如何的去保释 后天又如何如何怎么样 那么我们对这些实证性的东西 我们没有太多的兴趣去 戏聊或者是追踪 我们还是以 聊我们自己擅长的东西为主 或者说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一些个我们已经充分沉淀的东西为主 因为很多的东西是刚刚发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续如何 有没有翻转 这些东西我们还有在于 时间的积淀 所以我们这个栏目 更多的不是关注于太实证的东西 另外生活化的东西 我们也不是拘泥于非常的琐碎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老大娘去聊天的一些个话题 我们可能有所设计但是不多 我们今天要想方设法了点 有层次的东西有品味的东西 不是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 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五只眼 这些个很无聊 就像我们大家今天手头都有微信 那么微信你很多的朋友圈 你加入了很多的群 每天发的很多的信息 我想 到底这些信息对你有没有意义 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 有没有一些的启迪 对你每天的生活品位的提高 有没有一个 实质性的跃升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也就是说垃圾的 无用的 耗费你大量时间的 而且让你不得不成为低头族 你的头昏脑障 你的颈椎病可能都跟这样的一个 每天大量阅读 无效的信息有关 所以我们呢 力图 聊点有质量的天 当然了 我们这个栏目呢 是以 比较平和的方式 跟大家聊 我们不希望这里边吵架 我们可以包容你的不同的观点 但是这里边大家不要骂人 不要说粗话 我们今天 讲价值观嘛 价值观是什么 起码来说作为一个公民个人来说 我们需要的是 公平 公正 自由 理性 平和 等等 有理不在身高嘛 你有什么观点你都可以来 在这里发表 或者说你自己 也可以开自媒体 也可以发表 或者说 在我们的下方 你可以留你的言 但是 这个平台 希望大家可以理性平和的去交流 那么今天呢 我开这个头 跟大家 聊一聊 什么呢 聊一聊我们的人生 人生这个话题可能很大 但是想起来也很小 人在自然界当中 就是一个过客 我们的太阳系 已经存在了50亿年 那在这里边 有相当多的事情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把它 叫做前世 也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我们把它叫做来世 但是有些东西 是我们这百八十年 可以知道的 我们叫做现世 但是现世当中有很多 糊涂虫 因为 你活在这个地方 你是身在此山中 那么你是当局者迷 很多事 也不清楚 那么我们更多的是 解解祸 答答疑 当然不是说我一个人 有多大的本事 是说 我们搭建这个平台 我作为一个 召集人 主持人 或者叫引导人 我们抛一块砖 引大家的欲出来 这样是最好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我这么多年 主要的从事就是大健康 大健康这个话题 好像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框了 无论是做什么行业的 觉得 健康这个行业有钱可挣 大家都可以成为我是大健康的从业者 事实上 大健康也确实像个框一样 什么都往里装都可以 因为人的一生当中 需要活着 而且需要健康的活着 你有多少宏图大志 你有多少伟大的设想 都需要有健康的身心做保障 你才可以实施 假如说你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但是你的生命戛然而止了 那你一切东西都泡汤了 比如说 12月1号 2018年的12月1号 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全体的 世界人 至少是让全体的华人 在这个华人圈里边感到非常震惊 那么这是谁呢 就是一个华裔的 科学家 美籍的科学家 叫张首胜 他搞的东西我们很多人可能 不一定清楚 但是 他一生 到12月1号的时候活了55岁 他把世界上 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的 几乎所有的科学的重要的奖项都拿了 也就是说他就等着拿诺贝尔奖 但这个人在12月1号这一天 不缺名不缺名不缺利的情况下他自杀了 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么对于他这样一个 在科学上有了巨大成功的人 那他的身心 是不是也可以有很多探究的地方去呢 他的很多的事情是不是可以折射到 我们每个普通人 不如他的人 没名没利的人呢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呢 还有 今年的9月6号 2018年的9月6号 在P2P 这个爆雷的 狂潮当中 有一位 叫王倩的女孩 自杀了 自杀这件事 留给我们社会人的冲击 可能不是最大 最大的 就是他那封 绝笔信 也就是他的所谓遗书 那么这样一个人 一个年轻轻的 亏了点钱 不至于了结自己的生命吧 那么他的心里是怎么崩溃的 他的精神世界 是怎么样的 一下子就 迷茫了 都值得我们去探究 大家在网上 可以查到 王倩的这份遗书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份遗书 不瞒大家说 我看了至少十遍 文字并不难懂 但是给我们的体悟 给我们的联想 太多了 所以我想呢 这些话题 以后有机会 陆陆续续的 我们会跟大家 细聊 总而言之呢 我讲的就是说 我们人生 大概百八十年 按照 前几天 中央在报告里说的 中国政府讲的 就是中国的 平均 寿命 76.7 岁 那我们今天说 中国很多人 是在七十岁以前 夭折的 也有很多人 活到了 九十岁乃至一百岁 这样平均下来 也就是说 平均是76.7岁 我们大概说就是百八十年吧 这百八十年当中 我们要让自己健康的活着 我们说大健康的领域 我归纳成七个字 叫 身 性 心 灵 意 尊 达 那我们 简单的给大家 把它展开说一下 这七个字所包含的大健康里边的含义 身就是身体健康 我们简单的说 这不疼 那没病 这没骨折 这个肝没有问题 心没有问题 等等 我们一体检的时候大部分 我们所谓的指标 体检指标 体检表里展示的 都是身体上的生理指标 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 比如你血压没有问题 血糖没有问题 血脂没有问题 你的心电图没有问题 你的采钞没有问题 你的核瓷没有问题 等等 我们都说这个人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 那我们说 第一个就是身 第二个 性 两性的性 这个性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的生殖健康 这人在社会上 需要 成前起后 需要 传宗接代 我们人类 才能够生生不息 繁衍 繁衍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性是不健康的 比如说男的不育 或是女的不育 那你恐怕 你这个家族 你这一枝脉的延续 传承就成了问题 所以子嗣问题 历来 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 一个观念 那么还有一个 在生殖健康里面 比较重要的指标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结不结婚 有很多人说我不结婚 不结婚我 比如说 我那种 单着 但是我有 男女朋友 那这个时候 假如说 没有孩子 那么也有一个传承的问题 一个人类繁衍的问题 如果说有了孩子 我们社会上管这个孩子 有一个名称 我想大家知道 这叫私生子 那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 他就面临着 他的名分问题 他有没有充分的社会认可 他有没有充分的母爱 充分的父爱 充分的其他的 他有血缘的这些家族成员 对他正确的爱护 呵护 所以 这个生殖健康 已经超越了两个人 本身的性的范围 扩展到了社会 还有这个生殖健康 就是更大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 中国的 进化生育政策 当时我们的人口 很多 我们需要急刹车 比如说 我们大家知道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大概是4.5亿人 所以 通俗的讲 就是4万5千万同胞 站起来了 大家都熟悉这个口号 当然了 我这个话题 恐怕是在 中老年朋友当中 可能更有市场 因为 青少年朋友 你们大概没有经历过 那个年代 或者说是 你们听长辈 老一辈 聊这种话题 聊的不太多 但是我今天 我想很多人都是大学以上的 文化程度 你们应该 通过教科书 通过发达的网络 很容易 查到 这些历史过去的一些个事实或者是数据 也就是说 在 七十年前 大概七十年前 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总人口 大概是4.5亿人 那么到了 50 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时候 我们 大概就到了6亿人 那因为我们 从 新中国建立以后 一直的 一个外交方针 至少是 在这个 五六十年代的一个 方针 就是我们要靠向一边 也就是说 一边倒 外交一边倒 倒向谁呢 当时就倒向苏联 那么大家知道 苏联在二战期间 损失了很多人 尤其是 成年的男性 在战争当中 都阵亡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在二战之后 奉行的就是一个 鼓励生育的政策 到今天为止 俄罗斯的人口增长 都是个问题 那么大的一个国土面积 他的人口 相对来说密度非常小 所以他们很担心 这个国家人口的可持续问题 那么苏联的这种鼓励 政策 鼓励生育的政策 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到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 我们中国的总人口 已经达到了六个亿 那这是哪里来的 你可以查 官方的 统计数据 那很多朋友可能 你们对查这个东西 不感兴趣 或者说是 不需要这么干 但这里边 很重要的一点 你们看看 毛泽东当年 写的诗词 这里面就有 也就是说 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中国的血腥虫病 比较泛滥 尤其是在江南的水网地带 那个钉罗里面就有血腥虫的军 我想南方的朋友 恐怕对这个话题 恐怕很清楚 那个时候 江西的渝江县 消灭了血腥虫 毛泽东很高兴 遥望南天 欣然命笔 写了一首 诗 叫七律 宋温神 其中就讲到 春风 杨柳 万千条 六亿 神州 近顺遥 那你看 那个时候的人口就是六亿 那么等到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 也就是1976年之后 到80年前后 那个时候 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八亿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用查资料 也通过一个文艺作品 能够知道这个数字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诗光男作曲的 祝九歌 八亿神州举金碑 讲的是这个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是 13亿多人口 将近14亿 那么现在说这么多的一个 人口 那么 在中国来说 在有一个960万 陆地面积的 这么一个大国来说 匹不匹配 一直是 全国比较 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说80年代 初期 我们强制的 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 导致了今天的 独生子女狂潮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家庭结构 典型的421家庭结构 就是 4位老人 岳父岳母 爸爸妈妈 加上年轻的一对 小夫妻 然后他们只生了 一个 第3代 这就是421家庭结构 使得我们现在的 从 宏观经济来讲 劳动力的来源出现问题 从 微观的家庭来说 养老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说 这样的一个 升职领域的 健康方面 从社会层面来讲 是不是对的 值得反思 今天我们 全面放开了二孩 真的 政策那么立竿见影吗 很多人说 病不起 死不起 那也养不起呀 不要说第2个孩子 第1个孩子都不想要 所以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由 不生与文化 变成生育文化 是何等的艰难 西方的发达国家 从来没有实行过 计划生育政策 但是你看看 他们的人口出生率 并不高 为什么 有很多的 缘由 我们今天在这里 就这个话题 不展开来说了 我们讲 这就是 生殖系统 这个健康 那不仅仅是我们的生理 还包括 我们的心理 精神世界 和社会问题 这是第2个 性 身性 第3个 心 就是我们的 心理健康 今天很多人 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很多人看心理医生 我们很多的心理问题 不能靠生理来弥补 不能靠物质来弥补 心灵的空虚 心灵的空虚 是很多人感到生活没劲 生活无聊的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 第3个层面 有关这个东西 我想有时间 我们跟大家 再细聊 第4个 第4个层面 就是我们的 灵魂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是什么 是超越我们心理 情绪 感性层面的 理性的 家园式的东西 所以 他跟我们心理有连带 但是他是我们 心理的 升华 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有宗教信仰 你相信死后能解脱 你相信干坏事 要下地狱 要遭报应 这不是心理问题 这是你的精神认知 所以这是 灵界的事情 灵魂的事情 好 我们简单的说了4个 身性心灵 第5个就是 荣义的义 义经的义 中国古代也有一本著名的著作 就叫义经 它叫周义 义是什么 在我们汉语的语经当中 义字 可以至少有两种最主要的解释 比如说我们讲 一封义俗 义就是改变 义经就是阐述 变化的经 这是改变的意思 第2个主要的意思 就是我们说容易 这件事跟困难相对 它容易 也就是说 过得不不艰难 或者说这件事情做起来 不那么困难 那么不管是 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 那时候不叫首相 叫内阁总理大臣 天中 角龙访华 周蓉来 当时到机场去迎接的那么一个纪录片 当时镜头摇过天安门广场 摇过北京长安街的时候 那长安街太空旷了 没有几辆车 除了几辆大公共汽车 在里边行驶 除了几辆运东西的卡车在里边行驶之外 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的人 而且人很少 那时候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 只有22米高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们当参加工作的时候 看升旗是每天可以把自行车骑到国旗杆下面的 那时候的广场没有安检 那时候的广场 没有这么多的人 而且那个时候的广场没有 这么 这个 比较反腐的这种 安检保卫这套这套东西 自行车随便推过去 都可以 但是看到 那个时候再想想 今天 北京的交通的繁忙 哎呀真是 今夕之间的变化 非常大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说 从 我们人生短短的几十年看 我们的变化很多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与时俱进 不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 我们可能就被淘汰 我们就觉得我们活在这个 地方 我们有非常的不方便 非常的不理解 这需要我们 做包容 做改变 大家说 大健康 包含七个板块 深 姓 心 灵 意 尊 达 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聊了 其中的五个板块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了 那么后面的还有两个板块 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的每次大概都在20分钟左右 主要是让大家不要一次 看得太辛苦 或听得太辛苦 那么另外一个 我本身 无论是 宣讲大健康 还是宣讲人生 我都喜欢 留点悬念 在若干年前媒体采访我的时候 用了一个标题 来 刊发 对我的采访 叫 我把健康当评书说 那么现在呢 我除了把健康 把大健康继续当评书说之外 那么后面的我会把人生也当评书说 评书是什么意思 评书就是有自己的观点 评书就是成系列 评书当然还有很多的特点 其中重要的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他要留扣子 留悬念 让大家 觉得后面 还有异趣 继续听下去 那我们不妨 也把大健康的后面的两个板块 也就是那个 尊 和那个答 留在我们的 下回分解吧 那么今天 我们就跟大家 聊到这里 后续的话题 我们会 陆陆续续 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 一一展开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您订阅 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 您在我们的 下方留言 给我们提出您宝贵的 意见 和建议 跟我们很好的互动 但是我再声明一点 我们这里面 一定要理性 平和的交流 大家 不要 说出 那些个 有损 社会风化的话 拜托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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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